作者 陈九 后期 鬼不语 第九百二十三集 姬云开不知阴谋小鬼心中所想 听到阴谋小鬼小大人般的承诺 姬云开哭笑不得 这话你要跟你的父母说 而且他们会保护你 永远不会丢下你 我只能陪你一段时间 他们已经把我丢了 你不能不要我 阴谋小鬼虽然一直被北城的几位皇子 当成狗一样地养着 但他特别聪明 什么东西只要说一遍 他不仅能听懂 还能融会贯通 举一反三 要不是这样 他也学不会说话 要知道那些人可不会教他说话 那是意外 你母亲和父亲不是告诉了你 是坏人把你带走了 这些年他们一直在找你 只是没有找到 姬云开这会儿微微有肚子 还不算大 至少蹲下去没有问题 姬云开知道阴谋小鬼的智商很高 一直拿他当小大人看 跟他说话的时候 大多数时候都是蹲着的 你骗我 阴谋小鬼压根不信 姬云开的话 默契西和灵星急着解释 阴谋小鬼却不爱听 等到他们说完 阴谋小鬼却不慎在意地道 我知道他们是我的父亲和母亲 我不会不打理他们的 你放心 你以后要跟着他们一起生活 他们才是你最重要的亲人 他们会保护你一辈子 光和他们说话是不行的 你还得像信任我一样 信任他们 明白吗 姬云开再一次苦口婆心地劝说 阴谋小鬼也和之前一样 听却像是没有听到一样 说实话 这几天一直重复同样的对话 姬云开也累了 但默契西和灵星舍不得骂 舍不得打阴谋小鬼 只能用哄的 他这个外人也不能说 要阴谋小鬼听话就得用打的吧 而且 看着乖乖巧巧抱着他腿的小鬼 他还真的下不了手 这孩子长得极好 他打打杀杀的时候你觉得讨厌 但他一安静下来 就如同天使一般 看你的眼神就像是小狗看主人 充满了依赖和融幕 不需要默契西和灵星 就是姬云开自己也下不了手 在姬云开再一次劝说 隐谋小鬼要跟默契西灵星亲近之际 肖九安也带着亲卫来到了北城皇宫 进宫卸甲是规矩 每个国家都一样 肖九安带着他的剑步入北城皇宫 就遇到侍卫阻拦 要他把剑留下来 带到他们检查后再给肖九安送进去 肖九安没有说话 只是看了守宫门的侍卫一眼 静止往里走 他身后捧着重剑的轻卫自然跟在身后 守宫门的侍卫想要阻拦 不想还未出手 肖九安的亲兵就一脸脾气地上前 将人推开 你们北城人有没有脑子 我们将王爷进宫是鄙视 既是鄙视 带兵器入宫有何不对 莫不是你们北城人 挑了一堆高手来挑战我们王爷 还不许我们王爷带兵器吧 兵器按规矩 要检查才能入宫 你们不能进宫 守宫门的侍卫也不是什么娇弱小儿 不至于被燕北军一推就倒 但火气上来了倒是真的 见燕北王与燕北军根本不将他们放在眼里 静止往里走 顿时气地抽了刀 挡在肖九安面前 嗯 燕北王 谢甲 这就是不让我们进了 你们北城怕了 肖九安的亲兵嘴也是渐渐的 一句话挑衅意味十足 丝毫不管是不是人家北城的地盘 燕北王 这是我北城的皇宫 你到了北城的皇宫 就应该讲我们北城的规矩 守宫门的侍卫不看燕北军 只对肖九安道 哪知肖九安更不讲理 你们要本王动手 燕北王 你不要太过分 守宫门的侍卫想到五天前大街上发生的事 不由得又气又恼 六皇子的门牙被燕北王打落 太医正想办法给他镶上去 要是镶不上去 六皇子以后就是个活牙 不说真皇位 就是平日见人也有损形象 那就动手吧 肖九安反手拿起轻卫手中的剑 重剑呼的一声 刀背打在侍卫身上 将围在他面前的人一一打倒在地 重物落地声接二连三响起 很快就引起不远处的禁军注意 禁军匆匆赶来 就看到燕北王守执重剑 带着轻卫大摇大摆往宫内走 禁军想要上前去拦 却被他们的小头目阻止了 小头目亲自上前 脸上笑得阴瑟瑟的 燕北王请随我来 北城前一摆的高手接在宫内 燕北王孤身入宫 想要出去那是在做梦 现在就先让他嚣张一二 肖九安没有说话 但也没有放下手中的剑 手持重剑随禁军来到北城搭好的比武场 比武场虽设在宫内 但与皇上平日办公 接见大臣的宫殿离得极远 这地是北城圈阳猛兽的地方 一入比武场就看到北城皇帝高坐在正中央的龙椅上 两旁是深得皇上信任的臣子 至于要跟肖九安比试的人 现在还没有看到 燕北王来了 肖九安一步入场内就有人主动开口 走到场中央 肖九安完全没有给北城皇帝行礼的意思 本王来了 开始吧 看着自信强大 目中无人的肖九安 北城皇帝还能笑得出来 甚至好意道 燕北王 今日我北城 足有一百位高手在等你 你确定要比 现在认输 朕只需要你磕头道歉即可 一旁的臣子 本来被肖九安张狂的样子 气得不行 听到北城皇帝的话 一个个转怒为喜 幸灾乐祸地道 对 燕北王 我北城仁厚 你现在认输 我们就不跟你多计较 肖九安连个眼神也没有给那群大臣 看着北城皇帝道 打还是不打 不打本王就走了 既然你欲寻死 朕只能成全你了 北城皇帝一脸惋惜地看着肖九安 好像下一秒他就要死在鄙视场一样 这下肖九安连北城皇帝都不愿意看了 人要自信没有错 但他真不明白北城皇帝哪来的自信 认为凭北城短短五天找出来的百余位高手 就能杀得了他肖九安 这些人真当他肖九安是止胡的 一碰就倒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 本集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